你好,欢迎收看7月11号大台东地方新闻,我是路易卉 高中职免试入学结果在11号公布了台东区入取率达到99.9% 面试入学委员会总干事吴建芳分析说 这一次放榜在地技职特色群科招生表现相当不错 代表台东这几年来推展技职教育成长发展成功 家长的观念也慢慢的与时俱进 台东区高中职免试入学由宫东高工承办 11号在宫东校区准时公布榜单 台东区共有1886人报名 1884人完成录取分发 录取率达99.9% 免试入学委员会总干事吴建芳分析 这次放榜在地技职特色群科招生表现不错 包含餐饮旅游、工业工程类别等 代表台东这几年推展技职教育相当成功 家长观念也与时俱进 会鼓励孩子实行发展 我们这次一共报名的学生人数是1886名 那录取的总人数是1884名 那整个录取率已经高达99.9% 那比较值得一提的是 学生的志愿群的第一志愿群的录取率 已经达到了85.9% 是历年来算是最高的一次 那再从各个志愿的选项来看 我们台东的职校的特色类科其实都招得相当不错 那我们从这一点呢 也看得出来我们台东的技职教育扎根其实是相当的成功 那尤其是家长的观念也逐步在改善 那就是说我们家长也比较认同孩子的事情发展 台东免市入学委员会表示 台东区位录取的两人主要是因为考生选填志愿太少 平均只填了五个志愿 而且都是外县市的五专护理科系 因为护理科系提供名额较少 又竞争较为激烈导致未获录取 记者廖婷娟台东市报道